各位玩游的家欢迎收看许多来 我是老徐 如果你没订阅我频道的话呢 欢迎订阅频道被打开小铃铛 这样节目更新的话呢就不错过 好 来 来 咱们这个从今天开始的话呢 这个每天啊 找一个时间 聊一些和这个冬奥会啊 有关的一些话题啊 今天很有意思 今天这个看到一个新闻啊 是美国呢 把他这个三个三个航母啊 航母舰队 包括两个这个两栖登陆舰的这个舰队 所谓这个准航母吧 开过来的话呢 是要给这个北京冬奥会啊 守卫这个防空安全啊 美国人你看这都为咱们着想 对吧 知道咱们家里面开着冬奥会啊 这个防空对着安全啊 是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呢就把这个航空母舰啊 家里面的这个家底都开过来了啊 卡尔文森啊 包括这个林肯 包括还有这个里根啊 估计就在月底要开过来啊 还是来自于这个清华的这个南海这个战略态势感知啊 发布的消息 这个平台称的话呢 16号卡尔文森号呢 已经在南沙绕了一圈 对吧 当然这个再次啊 他这个整个的这个上演的这个表演吧 就是这个还是快打快收 快打快收呢 像这种东西军演演的是什么呢 就是夺岛 大家都知道我们我们整个在南沙的话 目前 这个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还有有几个岛是没收吗 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作为中国来说的话呢 当然目前来说啊 还是暂时先搁置争议啊 还是不考虑整个的好像要把整个的这个南海啊 要把它变成一个这个防空识别区啊 但这个是迟早的事情 暂时的话呢 你要知道对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肯定是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完成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完全统一啊 今天呢 我看到这个尖歌啊 尖歌呢 在这新闻里面又说了 这个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啊 你像斯洛文尼亚这样的这个国家的话呢 是是这个怎么讲的 就是说这真是啊 不怕死啊啊 真是不知道这个这个立陶宛现在有多疼吗 咱们就不说他啊 整个的这个包括卡尔文森啊 包括我看他的这个林肯 其实都啊 把这个把这个自己最近的这个作秀的这状态啊 都放在了这个西太平洋 大家知道美国不是有11个航母舰队吗 对吧 但是真正的平时他跑在外面呢 其实你算算 就三个 对吧 你所有新闻里面 你去看过去一年所有的新闻就三个 卡尔文森 对吧 林肯 还有一个里根 这三个的话呢 常年你知道他是这样的 就是 大西洋有一个 然后中东有一个 然后呢 就是亚洲这里 第七舰队啊 这这里有一个 就这三个 那么现在的话呢 整个的因为北京冬奥会来了 所以说美国的这个他今年的这个对吧 照着这个剧情每个月都要有一个高潮吗 那么最近这高潮的话呢肯定就是要配合你的这个冬奥会啊 这个当然咱们是开玩笑啊 说他过来给给咱们那个守卫防空啊 其实就是要给你找一些麻烦 就是在你这个周边对吧 我就在你周边 我就蹭一下 我就蹭一下 就穿过 就这种感觉 你说他这样的整个的这个对吧 目前呢 已经是两个航母舰队 加两个这个埃塞克斯啊 包括另外一个这个 就是整个的那个两栖登陆的这个准航母的舰队啊 都过来 里根号的话呢 我估计从这个中东啊 整个的要不了几天时间啊 一月底之前也会来 所以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话呢 在中国的这个南海周边吧 西太这里的话呢 整个就是一个五个航母舰队啊 群一会催的一个状态 他来了 你想整个中国必然也要动啊 你再怎么的 你你整个的对吧 你战略监测 你总是要看的啊 包括说到了一定的范围里面 你该做驱赶驱赶 你该做这个警告警告 所以说还是会分散一部分的这个力气啊 但是说句实话 美国的这个动作的话呢 其实反正我是觉得 也是他整个的这个战略还还是老样子啊 反正反正怎么讲呢 我是觉得美国人他学学不乖啊 真的学不乖 自己国家整个都已经乱成这个样子了 一天120万 100多万的这个病例 每天我看新闻里面看 一天要死2000多个人 一天你都死2000多个人 对吧 整个的通胀都那么大了 那么高了 你你你你把这些钱省下来对吧 那老百姓日子好过一点不好吗 还要一次一次军演 我真是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 他最主要的问题的话呢 除了他自己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本身的一些缺陷吧 比如说这个上层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啊 包括说一些这个官官呃官的官商勾结吧 也可以这样说啊 和一些军果商军火商的这种勾结啊 把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钱啊 全都给独吞了 你看到整个的这个平时 包括这次整个为了应付这个疫情啊 多应的这个四万多亿啊 最后用到老百姓的这个部分 其实很少 还不到百分之十 那你说你说九十去哪了呢 对吧 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我觉得他呢 还是他的一种这个多年霸权以来啊 多年殖民全世界啊 以来的话给他有一种心态 这种心态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个所谓叫做这个安全的困境 就他的这个意识里面的话呢 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就是零和的 不存在变和 零和什么意思 就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就是总量是固定的 你吃多了 我就吃不着了 这叫零和 变和的话呢 随着你你的这个变化 对吧 随着你的这个个人发展 以带来的变化 总量是会变的 世界是零和的吗 大家再想想 未必说他完全不对啊 但是不是绝对零和的 就算是零和 你也不能这样 更不要说不是呢 对吧 肯定是变和的 你像以前这个有的很多的行业到现在就没有了 对吧 以前你像那个富士和柯达 一直在一直在打一个东西 拼命的想把对方灭掉 最后呢 变成胶卷 胶卷了这个世界里面的老大 最后呢 当索尼把这个数码相机做出来以后的话呢 这两家人家就一起死掉了 这个就像什么呢 就像美国对吧 连着搞了11个航母 牛逼啊 当时整个中国瓦梁格号刚弄过来 一艘航母还没有呢 但是中国呢 就不跟你玩这一套 不走寻常路 我们整个呢 不对等作战 搞的是飞弹 搞的是中岛 直接用中岛 密集攻击 从理论上我就告诉你 你11个开过来都白给 美国人就傻眼了 包括最近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 对吧 去年绕地球一圈的那个东西 而且最后还是变轨的 它是先是出去出轨 对吧 最后是回来 这个东西就把美国人刺激的不轻啊 因为它整个改变了你之前所有的资本积累 很可能一个突破 你之前那些东西就是零 这个对他来说刺激很大的啊 其实不光是对中国 任何国家只要军事起来 他就觉得这个一定是对他是有威胁的 因为吃惯嘴了 对吧 伸惯手了 当他以后这个手不能再伸过去了 那那是多寂寞呀 就是这种心态啊 包括这个你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两天不是这个这个在江苏 整个的渔民不是又打捞上来很多这个新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东西嘛啊 就是其他国家撒下来的这个航海器啊探测的一些设备 这个东西的话呢 其实都是怎么讲将来会越来越多 而且你看打上来的那些东西啊五颜六色的 对吧 故意给你造的这个整个的好像看上去不知道哪个国家的 其实你想啊 一直喜欢到这个南海一趟一趟来的 对吧 还有还有哪些国家呢 不就是不是美国就日本吗 对吧 那还还能够有什么国家呢 基本上就是美国 他这东西是这样的 大量的就这一部分的这个探测器啊 常年是潜在水底 然后你上面有过去这个商船 有过去这个军舰 有过去这个潜水艇 他全都能够发现 甚至啊 整个的这个东西啊 他还可以配着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潜艇啊 可以一块走 一块走了以后的话 还能够发出这个噪音 如果对方也有这个潜艇的话呢 主动让对方的声纳来捕捉 因为潜艇在水下 眼睛肯定是看不见的 就是靠声纳 就是靠这个声纳 声纳捕捉到对方有声音 然后就知道啊 你距离我的整个的是有多少米 当然要配合的好啊 如果说配合不好的话 那就可能发生什么啊 康尼迪克号 还记得那个康尼迪克号吗 对吧 整个的这个前面那个头都没有了 一看就很先进吧 就是这样的东西 他都不愿意卖给 卖给这个澳大利亚 反正这次据说是要给他是鸡鸣级啊 英国的那个 就相当于这个iPhone 现在已经是到了13了嘛 iPhone8这个这个程度的这个潜艇啊 反正我觉得这个无人潜艇的话呢 多说一句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将来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趋势啊 因为第一呢 因为你要知道像美国这样的这个 所谓这个最老牌的军工吧 除了这个苏联以外啊 大量的他那些设备其实都是老破旧了 你像军舰 军舰到了五六十岁啊 就是人到了120岁了 那个东西的话就是正常的你就该淘汰了 淘汰 有两种淘汰方法 一种的话呢 你就直接把它报废了 还有一种呢 你就把它改成 能不能有其他的用途 所以现在呢 大量的这个无人的这个设备啊 有着这个 更多的优点 相比这个常规的一些这个设备的话 比如说他可以这个24小时的执勤 你人的话不行吧 你得交接班吧 效率就不如他 还有一个在极端的危险的某些环境中 他可以随时过去 你人的话你要考虑到这个安全 对吧 还有呢 他可以执行这个自爆的人物 你有人的这个潜艇过去 你不能自爆吧 你只能够发射武器啊 但他可以自爆啊 所以说会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优点 这个顺便说一句 中国其实在这无人潜艇上面也是在 也是在探索中了 早就开始这个研究了 像那个 像那个两年前的那次这个大阅兵嘛 这个反正就看到这个中国三年前吧 还是两年前啊 就那次大阅兵的时候 我就看到中国不是有一个这个无人潜艇吗 SHO100的啊 那个其实就是就是中国已经开始这个在实战中已经应该是已经入列的 只要他这个阅兵能出来的这个东西啊 俄罗斯很厉害 俄罗斯的话呢 据说已经有了这个无人的核潜艇啊 直接能发射这个核弹头的这个武器啊 那个那个就更厉害了 咱们先不说这个 因为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跟这个冬奥会有关呢 是这个西方的一些媒体又开始这个煽风对吧 点火 说这个说这个冬奥会的这个APP 这个叫北京2022就是我的这个2022有一个这样的APP啊 这个APP有什么作用呢 有有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作用 就如果这次整个你是到北京 包括你的这个运动员本人 包括你运动员的这个保障保障了这个后勤的团队 包括说整个的医生啊什么的 你过去的话 你整个的在这个奥运村里面 所有的衣食住行全要用到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知道整个这次冬奥会的话 科技含量很高的 你像那个餐厅 我相信有些人已经看到了无人餐厅啊 比如说吧 你说我我来个这个西葫芦 这个炒这个牛肉丝 我来个盖饭对吧 然后你就手机上拿出这个APP啪啪啪一点 然后的话呢 整个啊 它全是全是机器啊 在那夸夸夸 炒完以后的话呢 像走那个缆车一样啊 就是从那个缆车的这个这个路线走过来 好放到桌上 然后你开始吃 然后你吃觉得不错对吧 好再加个荷包蛋 他再给你加个荷包蛋 但是问题是没有人的 但是你得靠着手机来order 你没有这个手机程序的话 你在这个 在这个冬奥村里面肯定是不行的啊 包括说整个的你出去对吧 这个 呃 游走于各大场馆之间的这种这个 这个往来的这个巴士啊 也都是这个 行车的这个时间表什么的 也都是这个 包括说最起码的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绿码 对吧 我想就是正常的话 应该也要有一个类似于绿码的这个东西吧 就这一类的东西的话 你全是要下载一个这个 我的2022这个app 然后呢 你就看到这个加拿大什么 这个国家又跳出来了啊 说这东西不行啊 这个泄露个人信息 泄露隐私 对吧 想要采集什么什么数据 那我心说你 你本身 你有什么值得采集的吗 对吧 你是运动员 你是一个后勤保障了 对吧 你是比如说吧 你是一个推拿的 那你的特长不就是推拿吗 你本身如果是国家的这个特工特勤人员 那你怕人家来来这个打听你消息 你本身就是一个推拿的 你怕什么呢 你就这个推拿这个东西 有有什么秘密呢 对吧 但是加拿大呢 说这话也对啊 因为加拿大 反正目前的话呢 就是疫苗啊 打得挺快的 整个国家的这个疫苗的第三针呢 已经打完三分之一的这个人了啊 但是还有大量的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人 没有打 包括说呢 这个还要准备啊 这个下一下一阶段 整个的这个 不光是这批的疫苗吧 因为最终来说的话呢 其实人类应对这次的这个奥米克隆的这个新冠 就是两条路 一条路的话呢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个最终的疫苗 或者说呢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人体免疫 集体免疫以后的话呢 能够产生一种这个疫苗来 产生抗体 提炼出这样的一种疫苗来啊 就这两种方法 这个东西 加拿大自身是没有能力的 他这国家 为什么生活水平还过得去 就是因为啊 他不需要把很多的精力花到不必要的地方 首先加拿大这个国家 我我上一期节目我就说了 七万五千个这个军人 海鲁空三个三个军种 加在一块七万五千个人 这个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决定了他不需要军队 东西两两大洋 对吧 上面是北极 下面是美国 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得到加拿大来 因为你打到加拿大的话 你必须要从美国的领空这里打过来 所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打得过来啊 他不需要军人 没有军队上的大量的开销 开支没有的 就这个expense他是没有的 对吧 然后你再看看整个的一些这个科技上的一些突破 好像很少听到加拿大在科技上 经常有一些这个大量的一些突破吧 不多 因为这这这这一部分的工作的话呢 美国就帮你干了 你把加拿大当成美国第五十一个州就行了啊 他呢反正有大量的这个 因为地理面积大嘛 大量的木材啊 这个淡水啊 包括说这个矿产啊 农产品不错啊 基本上剩下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国家 就是他自己的几个保险公司啊 就是最大的几个公司之一吧 制造业的话呢 以前还可以 现在说实话也是非常一般啊 以前的话 你像那个魁北克以前有一家公司啊 卖那个飞机和那个卖那个地铁的那种列车的啊 叫那个庞巴迪啊 宝巴迪 宝巴迪的话呢 这个多年亏损啊 多年亏损 因为他确实确实从这飞机也好 从那个地铁的这个列车也好 竞争不过另外几家啊 竞争不过德国 也竞争不过法国 所以说呢 已经没有这个优势了 最早的话呢 上海还买过这个庞巴迪的这个列车啊 但现在的话呢 整个上海的这个地铁的列车啊 又换新的了啊 包括今天我看到我们整个高铁 那个列车也是换新的了 真的是太漂亮啊 太漂亮了 好吧 反正这个今天整个看到这个 跟冬奥会有关的这个新闻的话呢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吧 美国的话呢 竟然是非常这个为我们着想啊 这个过来帮我们守护这个冬奥会期间的这个领空啊 派了这个三加二 有五个这个航母舰队要过来 看看这个到时候的话 中国这边怎么来这个招呼他吧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 还是欢迎大家这个订阅收看我频道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帮我分享到其他的平台或群 好 那么这期就到这 谢谢